C 老师在台上教英文 长者们在台下认真听讲 大理西荣里在乐林中心的协助之下 开办了才艺教室 提供社区长辈一起学习成长的机会 而大理乐林学习资源中心执行长蒋祖琪 也在台下跟学员们一同听讲 掌握课程进度以及长辈的学习状况 加入乐林这一段时间 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我可以提早知道 年纪大的人在想些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预先做准备 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 虽然他们都说我还很年轻 其实我已经过一半 半百的岁数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提早准备 总是有备无患 蒋祖琪说 从百货行销流通行业退休之后 他加入了大理乐林学习资源中心 先后协助了国光丽与西荣里 开办乐林才艺教室 因此获得推荐荣获教育部第一届 乐林教育贡献奖的自主团体领导人奖的肯定 消息传回乐林中心 大家也感到予有荣烟 其实那个教育部的表演 这次的奉献奖 全国性只有60名 那四个项目 每一个项目都只有15个 那相信的话 而且他要的就是希望我们 有60为乐林这一块来推广跟认识 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蒋大哥说希望透过 乐林学习资源中心的推广 让大理区29个里的英法长辈们 都能够走出家门快乐学习 未来他也将努力投入工作 让乐林中心的活动能够更受欢迎 也更有帮助 捷耐秋风台中前面报道